当然重启核四也是我们公投的一个题目 除了这个政策问题之外 核四的技术问题其实很多 我们的对口公司其实已经解散了 很多的零件也都已经停产了 核四在辅导之后 其实它有更严格的安全的要求 另外核四的建造也已经过期了 所以我们评估即使要重启核四 它也需要期加N年的时间 那这个N年就是没有办法确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重启核四也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在最近这几年的电力缺口 我们会发生北部的电力缺口 必须要由中电北送 南电北送 那这样对我们的电力的系统的风险会增加